中国抖音女网红 韩非子 这几天成了新加坡的著名人物 他成名的原因是 他在中央医院 对一个护士 爆出口说脏话 这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每天因为骂脏话 被举报 被警察调查 类似的事情 在新加坡至少有上百起 根本没有人会把这种事当做事 但是这位小仙女 他作为有25万粉丝的抖音女网红 他炒作这种事情的能力 跟普通人比 那是遥遥领先 天赋异禀 他通过一系列的操作 硬是把这么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 搞得新加坡人全国皆知 甚至在中国互联网 也是名声很大 这个事情原本很小 起因是 这个女人可能是喝酒喝醉了 找一个代价 代价过来的时候 把她撞了一下 她的脚扭伤了 当时 她的情况是这样的 她对那个代价说 没事没事 我不会找你麻烦 坐在地上歇一会儿 代价也没有扶她起来 过了20分钟 这个女人发现 那位代价没把她当回事 还是跟别人继续聊天 她突然就发飙了 说要么你现在就送我去医院 要么你给我5000新加坡币 那位代价她当然是决定 好吧 那我送你去医院 就去了医院 在了医院以后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伤 当然不可能优先给你安排 你只能在那里排队等 但是等了很久以后 这个女人又发飙了 她觉得 居然她等了那么两三个小时 没人理她 不给她看病 还在那里排队 她就在医院里开始吵闹 对护士报出口 甚至来的保安也被骂了 在中国 你在医院里骂一个护士 骂一个保安 真的是完全没有 你每天都能听到 不计其数的病人 病人家属 在骂医生骂护士 但是新加坡不一样 结果护士就举报了 举报以后 面对的警察 这位女网红 又展示了她作为网红的天赋 警察问她说 你到底有没有报出口 她说 她说有就有了 那警察再次问她 她说你猜啊 你自己猜啊 甚至在警察问话的时候 她还顺便带了一句 他妈的 那又报了一次出口 好了 这么一来 本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 原本是可以通过调解 道歉解决 即便告上法庭 也就是罚一两千块钱的事 现在变成了更复杂的事情 首先 你在警察面前报出口 这是另一件报出口事件 因为警察也是公共服务人员 跟医生不是一样 第二个是你对付警察的问话 没有认真回答 反而以各种方式 在那里撒谎辩解 不回答她问题 涉嫌妨碍执行公务 而且这女人还涉嫌一种 很无耻的事 她居然直接说 她骂护士 是因为那护士跟她讲 你们外国人 不享受新加坡的待遇 你们不能到新加坡院来看病 这个事情正常人一听就知道她的撒谎 新加坡是一个医疗发达的国家 很多外国人 经常到新加坡去看病 新加坡中央医院这样的大医院 怎么可能会有护士说 外国人不能到新加坡看病这种鬼话呢 所以这女人她就是凭自己的想象 伪造了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女人被告上法庭以后 又涉及了其他的案子 因为10月3号 她喝酒喝醉了 回到她的公寓的时候 那保安好心要扶她回家 结果她对保安骂骂咧咧 还扯掉了保安的领带 态度非常的不文明 那么这也是保安报警了 如果再加上这件事 那她就不是粗犯 而是累犯 在新加坡 也有专门保护保安 不受侵犯的法律法规 除了医院里这件事 和保安这件事 这两件事之外 这女人可能还涉嫌第三件麻烦 那就是 她是不是违反了 新加坡的准证制度 她自称是在新加坡 有长期准证的 至于是EP WPS SP 目前的新闻没有公布 但是已经在调查 她的身份是不是合法 有没有违反准证制度 如果查到 她这个准证的内容 跟她的工作条件不符合 或者她在申请这个工作准证的时候 涉嫌履历造假 证明造假 诸如此类的问题 那么她遇到的麻烦 会比出 会比爆出口骂人严重的多 坐牢是肯定逃不掉的 当然准证这个制度 跟爆出口是两个部门调查 调查准证的是人力部 调查她的爆出口事件的 骚扰公共秩序的 是警察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部门 我们就静等 有关部门的调查 看看这事情 后来会怎么发展 由于这位女人 她擅长炒作 她把视频发到晚上去 然后还写了一大段的话 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你们是歧视中国人 还说不管是海外华人 还是海外华裔 都应该团结起来 聚起来是一团火 散开来就是一天心 像这种莫名其妙的鬼话 我是觉得很搞笑 她之所以喜欢那么讲 或许是因为 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这样的话是有效的 她能制造一种压力 但是你这种宣传 这种炒作 对于新加坡政府是无效的 新加坡政府 她只管一件事 你违法了没有 你涉嫌的违法行为 一共有几件 事实是怎么样 套上哪几条法律 在法庭上一起计算 这位小仙女的 这种爱国宣传 并没有得到 广大中国人的认可 在晚上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 对这种人要严惩 有可能 她还会遭受更多的晚报 因为她住的地方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公寓 住在那里的人 非富即贵 对于这件事 普通中国人会比较敏感 第二件事 是我想到的 她去加代价 新加坡是一个 汽车很贵的国家 你买一辆30万的车 你的进口税 登记税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 加起来 你又得花100%左右 就是60万 你还得去 拍拥车证 拥车证一年 人民币算起来 也是五六十万 也就是说 你得先花100多万块钱 人民币的钱 你的车才能上路 还有非常昂贵的 停车费 保险费 还有汽油费 中国人都觉得 中国的汽油够贵 但是新加坡的汽油 比中国要贵很多 新加坡还有 DRP 你每过一个交通拥挤路段的路口 都会自动扣费 所以在新加坡 不是每个人都设问自己买得起车 只有20%的家庭 他们买得起车 普通人是买不起的 那么这位女人 她拿着某种签证 或者用某种准证在新加坡工作 而且她年纪很轻 并不像一个工作多年 有很多积累的那种高收入人群 而且她只是一个网红 她能够在新加坡买得起车 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 三天两头 喝醉了酒 找代价 那么也许中国网友 会去继续拔她的来历 她的钱来着哪里 她的身份来着哪里 她在新加坡 是怎么样搞到这个签证的 因为新加坡不可能说 你是一个网红 我就给你工作准证 因为新加坡不缺网红 网红也不需要到新加坡去工作 如果这个工作准证 这事情有问题 如果这个女人 她的中国的某些身份 裁员来源 或者她的某些家庭背景 被人扒出来 很有可能 她会遭受更大的晚报 一件原来非常小的事情 被吵得这么热闹 这个女人的炒作水平 可以说遥遥领先 而且这人 撒谎不打草稿 竟然说出 护士跟她说 外国人不能到新加坡 看病这种话 虽然 中国人在世界上 诚信度的排名并不高 但是普通中国人 大多数还是过得去的 像这位女网红这样 撒谎随口就来的人 她撒谎的水平 或者撒谎的程度 在中国人中 也是遥遥领先 能够把这么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越搞越大 把自己的一个小错误 发展成连环的大错 又把自己的各种 可能遭受的麻烦问题 都给爆出来 那么这位女网红的愚蠢程度 在中国人中 也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我看到很多评论 很多中国网友都说 这个女人在中国被宠坏了 这种小仙女 让她在新加坡受点教训 这也是好的 在中国被宠坏这件事 你觉得应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一个关键点 就是中国的法律非常宽松 中国政府的法律 对于普通老百姓的 这种小过错 这种小罪 或者是各种轻微的违法行为 基本上是真之眼闭之眼 比如说辱骂医生护士这种事 如果在中国都要坐牢的话 每个医院一天都可能抓了几百个人 还有更严重的 比如说在中国 一辆货车翻到了 全村的人都出来 抢劫那个物品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新加坡 那么可能一次抓起来 就是非常多的人全部坐牢 但是在中国法部则中 没有问题 至于假造证件 考试作弊这种事情 在中国更是司空见光 习以为常 还有偷自行车之类的事情 现在共享当车多了 偷车的人少了 但是在以前 偷车是非常多的 我在上海就被偷了五辆自行车 如果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偷车的事情更多 以前我看过一个说法 说在清华大学 每年偷车的事情 加起来有几千起 其他的大学 北航 北理工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大 也都一样 真的是 每年有几千起 以上的自行车 是强 在八十年代 那样的大学里边 偷自行车不是什么大罪 很多大学生 自己的自行车被偷了 怎么办 撬开别人的车锁 拿来就自己用 也就是偷一辆自己做 有些人 如果你自己 车没了 被人偷了 可能有你的同学 会自告奉勇 偷一辆车来送给你 这在八十年代的 北京的大学校园里边 是很普遍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也不能说 中国人特别坏 只能说文化背景 是这样的 正如那些 在谜底音乐节上 把别人放在外面的 那些东西偷走的 那些河南农民一样 他们不觉得这是偷 大家就觉得这是捡 我们开着三轮车 看到没人看管的东西 就把它捡走 同样的事情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一样 一些在中国认为是 无关紧要的事情 在新加坡 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比如说 你在医院里 骂护士骂医生 甚至还有医闹 叫上几十个亲戚 他在医院里大闹 打出横幅 那这种事情 在新加坡都是 绝对不允许的 还有学校里边 死了一个人 然后就会有 不计其数的家属 堵住学校大门 然后打出横幅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中国你可能是 博取同情心 获取各种 甚至有些人 就是为了 获取更高的赔偿金额 无论是医院 还是学校 在中国都很普遍 只要你会闹 往往就能得到 更多的赔偿金额 但是在新加坡不可以 这些严重骚扰 公共秩序的 尤其是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的 这样的事情 都是很严重的 违法犯罪 当然在有些国家 可能会更严厉 比如说在美国 某些州的规定 如果是一群人 暴力冲击医院 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单残击毙的 但是在中国 我就没听过这种事 不计其数的医闹 不计其数的人 去冲击医院 他们没有被击毙过 甚至被判刑的 都非常少见 不同国家的文化 也截然不同 比如说在日本 你会看到 有些中国人在日本 犯了事 警察来了 他对警察可以 骂骂咧咧 推推然然 这事情在日本 很残见 非常残见 后果也并不严重 但是在美国 如果你对警察 这么骂骂咧咧 推推然然 那就是很严重的罪行 美国警察可能是 把你心翻在地 靠上手铐 然后拿膝盖 跪在你的脖子上 至于你会不会像某个 叫弗洛伊德的黑人一样 被跪死 那也是个运气 很早以前 中国有一位著名歌手 叫钱贝尼 在美国被打死了 怎么回事呢 警察怀疑 前辈里和他的男友 涉嫌贩毒 让他们停住的时候 他们杀腿就跑 然后因为警察让他停住 他们结果跑掉了 警察追不上 就举牵就射击 一牵打动脑袋 就这么死掉了 所以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你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大家要彼此熟悉 彼此尊重对方的法律和习俗 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每个人从小都会来自世界各国的 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 他们要熟悉佛教的人 基督教的人 伊斯兰教的人 因为他们从小就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还有种族和谐日 都要去对方的家庭里边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么在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是一个文化隔绝的一个国家 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出过国 大部分中国人他也没有穆斯林朋友 由于中国的言论和新闻封锁 很多人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 只是看到一些宣传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误会 因为文化冲突会让你无意中触犯了其他国家的法律 当然了像这位小新女这样在新加坡这样撒野的人是很少的 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头脑清楚的 都是知道新加坡法律很严格 不能有任何侥幸 但是今天我看一下新闻 说这位女网红在通过视频上法庭的时候 直接就认罪道歉 说自己错了 这倒是让我觉得很奇怪 开始的时候百般狡辩各种抵赖各种傻坡 然后转眼间居然就认罪了 所以我就怀疑这位小新女 她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一些困境 或者是边缘性人格障碍之类的问题 法律截然不同 他们对付各种轻微犯罪的做法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中国日本美国和新加坡 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无证驾驶 没有证没有戴头盔开着摩托车 你在泰国开车 可能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 警察抓到了说你无证驾驶罚你多少钱 没戴头盔罚你多少钱 而且通常你几个月也就被抓一次 但是如果在新加坡抓到了 那可能就是坐牢的事情 在日本抓到了 也是拘留 非常麻烦 我还有个朋友说 他在泰国开车 涉嫌酒驾 警察在边上让他停下来 问他是你喝了啤酒还是喝了白酒 喝啤酒的话 你追的不厉害 先歇会 过两小时再把他开 他给警察塞了点钱 他就走掉了 如果是在日本 你这种情况下 坐牢是坐定了 在新加坡 如果你拿出钱设个警察 你设计贿赂警察 那警察唯一能做的是拿出手铐把你铐起来 你不仅设计酒驾罪驾 你还设计贿赂政府官员 不同国家的法律完全不一样 只是说你喜欢哪种法律 你喜欢哪种制度 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中国和泰国这一种 觉得有人情味 什么事情 花点钱 搞点关系 说句好话都能搞定 也有人可能更喜欢新加坡和日本 这种非常严格的制度 你犯了法 你就逃不掉 那对警察方面 日本警察和美国警察截然不同 因为日本是一个进签的国家 即便你对警察推推然然 那警察也不会觉得太危险 但是美国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有签的国家 如果警察允许你对警察施暴 那么警察他就会冒着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美国的警察是非常不好说话的 他会用很暴力的手段制止你 甚至可以直接开签自卫 都有他自身的特点 他有文化背景 有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有具体的执政集团的各种利益算计 所以你不能指望中国能够接受 欧美国家的那种所谓的普世价值 自由民主理念 你也不能指望中国像新加坡一样 实现廉政 实现各种非常严格的法律制度 这都是做不到的 但是人是可以选择的 普通百姓你是没有能力改变国家制度 也没有能力改变法律 你能做的是两件事 一个你是改变自己的性格 去适应你的祖国的各种文化和法律 第二件事是你换一个国家 你觉得哪个国家适应你 那你就努力的去那个国家 现在换国籍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 只要你努力 你肯定可以做得到 毕竟世界上有201个国家 你选择的余地很大 这位叫杭叫什么 这位姓杭的小心女 她到新加坡来 造成了那么大的麻烦 我觉得她可能是选错了居住国 因为新加坡这个国家 似乎并不适合她 以她的性格 她非常适合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也适合在泰国这样的国家 法律不是那么严格 对于小过错 睁之眼闭之眼 你可以随口撒谎 也可以杀野 但是你这样的性格 你自己这样的处事能力 你到了新加坡 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当然也许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这位杭仙女的工作准证 或者其他的什么签证 可能会被取消 以后她也有可能 再也不会来新加坡 这一切都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具体的会怎么发展 这位仙女 她会怎么样被处罚 会罚多少钱 要坐牢多久 这些我们要等新加坡 法庭的宣判 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 她不会被判鞭刑 因为新加坡的法律规定 女人是不能打鞭子的